他们一起闭起眼睛 一起低头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满心感谢祢 赐给我们平安喜乐的每一天 因为凡心靠祢的 祢必仰脸照顾祂 祢用祢的右手扶持祂 那双看不见的手 随时在牵引我们 使我们有力气 走人生的道路 因为那双看不见的手 使我们必在那不认识祢 敏的人之前 更有加倍的力气 来迎接摆在我们面前的 每一个挑战 圣愿祢随时提醒我们 随时向祢祷告 随时向祢呼求 祢就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依靠的是 冠军的耶和华 也是慈爱的耶和华 主啊 祢是我们的至宝 我们领受白白的恩典 但是当我们看见 外面那一大群 追随着游人 所造的偶像的时候 我们心里痛苦 因为他们花这么大的力气 在追求的只是一个神话故事里面的主角 他们排的只是一件人所雕刻的漂亮的木工作品而已 他们不知道他们排的是什么 主啊 你要容忍这事到何时啊 所以主啊就求祢 圣灵感动我们 也感动他们 来认识福音的真理 来知道生命的火水 就在耶稣基督里 主啊也求祢来兼顾我们 定睛在主耶稣基督你的身上 因为有许多假见你民来的人 在迷惑你的羊群 要来偷你的羊 有些脚步不稳的羊 走偏的道路 这让我们不舍 也让我们心里害怕 让我们重新来审视我们自己的信仰 到底我们信的是什么 是不是我们有忘记了什么是真理 主啊在此 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再次宣告 那不变的永恒的真理 就是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知灭亡 反等永生 是的 主 神的独生爱子 唯有耶稣基督 神的救赎 也只有一次在耶稣基督里 一次就成了 唯有主耶稣基督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承担了我们的罪孽 我们得一日 得永生 感谢主 赞美主 唯有耶稣基督是主 亲爱的主 亲民姐刚过 我们刚扫完主线的墓 谢谢你赐给我们赛事的亲人 祖先 我们不拜他们 因为他们不是神 但是我们虽然不拜他们 并表示我们就不孝不敬 我们又追思怀念他们 我们要来教导我们的下一代 知道祖先的美好的善行 是的主啊 但是我们的祖先有些并非基督徒 所以请主 你施怜悯 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 在第二次审判的时候 让他们都有机会再一次 来认识你 来信靠你 主啊你应许我们 要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 在世长寿 这是第一条 带有应许的诫命 是的 我们要尽紧抓住这一条 这么宝贵的应许 来孝敬我们的父母 来顺从我们的父母 让我们 能够蒙受到主你的 赐福 让我们能够抓住这样的一个应许 是的 主啊当你 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 主啊你也不忘记 孝顺你的父母 你也不忘记 孝顺你的母亲 你叫你最爱的学生 来孝顺你的母亲 主啊你传道 但是主 你也没有忘记来孝顺 感谢主 赐给我们这么好的真理 赐给我们这么好的榜样 主你为我们做的最佳的榜样 感谢主 赞美主 就求主你让我们能够明了 也能够来紧紧抓住这个应许 来孝敬我们的父母 我们这样祷告 感谢赞美 都适奉主 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今天的圣经有三段 第一段是在 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 后会打一下 那么大家一起来念好吗 当孝敬父母 使你的日子 在耶和华 你神所示的地上 得以长久 第二段经文在罗马书二三 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 我们一起念 几本 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 不是真犹太人 外面肉身的割礼 也不是真割礼 唯有里面做的 才是真犹太人 真割礼也是心里的 在乎灵 不在乎疑问 这人的称赞 不是从人来的 乃是从神来的 第三段的圣经在 以我所书六章二节 是非常宝贵的一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念 要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 在世长寿 这是第一条 待应许的诫命 是的 要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 在世长寿 如果你父母亲爱健在 那你要有及时形象 使你能够得到 主耶稣基督 给你这一条 非常美好的应许 在我们一起 我们的宫传道 来问我们 讲道 他今天的 的题目是 孝敬思念 美好应许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